全油管最快新闻,华北、东北等地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继续进行。 河北省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,多地抢修恢复,灾后重建全力推进。 北京恢复公交运营,桌州恢复首条公交线路。 北京召开防汛救灾发布会,北京、天津等地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工作推进。 天津开启退水口,加速分红。 东北多地方汛抗洪工作紧张进行。 黑龙江有多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,哈尔滨设立安置点,医疗队位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 黑龙江农业部门指导农业防灾救灾,抢牌内涝面积于12万亩。 吉林公路受损严重,军警民兵全力抢通。 财政部、水利部预拨10亿元补偿受灾居民损失。 国家防总调运抢险救灾物资。 国家储备仓库向灾区调运中央应急物资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都由美农业盖第一集和动来日期。 服责医疗医疗 ze多。 弥守 pertama,需要我預计仇。